不過這個後續 我們繼續來觀察 但是現在有個很夯的議題 那個人叫徐曉星 徐曉星喊冤 他說我在採訪的時候被騙 哇 徐曉星 你這麼容易被騙 那你應該去請教一下 柯文哲人家一五七不會被騙的 你是多少我不知道 不過他控週刊竟然使用 詐欺犯的言論提問 問題是詐欺犯是你的親戚 那你有沒有常常講謊話 你有沒有常常連連看亂扯一通 有啊 那你算不算詐欺呢 網友都在問啊 我們來看一下徐曉星 三個案子的後續發展 媒體團團包圍 徐曉星被大姑的丈夫杜秉承爆料 涉入潛艦等三案 前一天不受訪的他 一現身當然秒變焦點 我心裡超級好的 這種詐欺犯的言論 然後還在我們這個社會上 不斷的轉傳 這對社會來說 就是一種就把它當成髒空氣吧 空污 詐欺犯的嫌疑犯的說法 比較有公信力 還是顧力雄跟海軍司令 這個大家應該心裡可以比較出來 徐曉星拿國防部長和海軍司令 幫自己背書 因為杜秉承在炎壓庭中驚爆 手上擁有徐曉星一些犯法的事證 像是收受回饋 還有潛艦的聲文 內線交易牽扯的 尤其潛艦聲文涉及國安 徐曉星出示海軍公文 證明自己沒索取過潛艦聲文資料 杜秉承怎麼會知道說這個聲文的事情 他可能就想脫罪吧 所以就想出一些就是非常荒唐 他自己也沒念書 也不知道什麼是聲文 就亂講 不只警咬杜秉承是炸漆犯 徐曉星也槓上報導了媒體 前一天親自提告誹謗 不過周刊反告到誣告 聲明痛批徐曉星浪費司法資源 目的是要對其他媒體施壓 造成寒蟬效應 強調已經平衡報導 因此會協助記者 對徐曉星提起誣告 杜絕爛訴的外風 靖周刊要反告 隨便他 靖周刊當天在訪問我的時候 是用欺騙的方式 所以他們並沒有做合理的查證 他當時傳訊息給我 他說委員你好 想請教你針對司法單位 接獲訊息 他完全沒有說 他今天來詢問我的事情 是來自所謂杜秉承 詐欺嫌疑犯 我又沒有玩股票 我也不認識任何潛艦廠商 更不用說什麼回饋了 徐曉星堅持媒體騙他 真相在雙方互告下 將透過司法解決 到底徐曉星有沒有涉入 潛艦聲文回饋和內線交易案 同樣在檢調追查下 或許很快有答案 我們來看一下 徐曉星喊冤 他說記者釣魚問回應 靖州刊聲明說 故意指入為碼 應付法律責任 他說徐曉星 你要付法律責任 靖州刊記者並非規定 應遵循偵查 不公開是原則的人員 因此記者沒有違反 偵查不公開原則的問題 這是沒有錯的 記者本來就沒有義務 在詢問回應時 巨細迷移的將將即將報導的內容 向受訪者說明 以免洩密此乃所有媒體 通常的作業準則 並非釣魚欺騙 如故意發表指路為碼 張官李戴的言論 致他的名譽受貶損 人應付法律上次責任 所以換句話 社長 靖州刊考慮 也會幫助記者提告 誣告 那這個有趣了 所以曉芳 這個徐曉星 這下子事情越來越大條 他神隱一天 不接受記者的訪問 可是今天 你要看到他高調的出來 大聲告訴記者 我心情好得不得了 連他今天穿的衣服 果然又是新衣服 那我今天OOTD 我也幫他找到了 這件馬上 我在中午的時候 就在網路上面 幫他找到今天穿的衣服 這件大概合台幣 大概一萬兩千多塊 將近一萬三千多塊 這個是為什麼 我覺得徐曉星 你必須要講清楚 然後徐曉星 他在明天早上 有個新的行程 他又要來接受專訪了 明天早上八點 到九點的時候 他會接受 王潛秋的一個專訪 好啊 你在你的專訪當中 你會不會把現在 我要問你的問題 你能夠講清楚呢 因為你現在涉及的 大概有七宗案子 因為現在都還沒有 進入司法的一個程序 但是因為有人 已經對你提告了 譬如說誰提告 溫朗東 因為他洩漏溫朗東過去的 這些他的各資跟病例 所以溫朗東對他提告 那還有外交部 因為他洩密的部分 外交部也對他提告 那個有關捷克的這部分 對那因為洩密的這部分 那也對他提告了 那另外還有非常多 對陳庭飛也對他提告了 因為在國會的這個衝突的時候 傷害罪 他自己自白嘛 他說這個我是故意半倒陳庭飛 我故意把他壓在地上 然後他起不來的 這也是傷害罪的部分 那還有其他包括他的都更 也沒有講清楚 那個一百萬的那個部分 已經他總共有七個案子 這七個案子 我們從過去從四月份開始 我們應該講 我們從五月份開始討論這個 你的這個一百萬 還有你家有你的這個 姐姐跟姐夫涉及詐騙的相關事宜 你有沒有出來講清楚 都沒有出來講清楚 結果你現在一下子扯王毅川 然後一下子扯這個于北城 然後呢一下子 今天又再扯另外一家 這個中華電信的子公司的事情 這些都他企圖在轉移焦點 我們今天要問的是 為什麼你的財產 兩夫妻可以一年突然間暴增三百多萬四百萬 你的薪水是有沒有辦法支付 你的日常的這些穿搭 這個都是我們想問你的 你在明天早上的這個專訪當中 你能夠回答嗎 如果不能夠回答 你只是又繼續的造謠的話 我覺得那個不必了啦 難怪人家要罷免你 不過昨天我們在節目上 跟徐曉星呼籲 歡迎你來上我們節目 你既然敢接受專訪 也來我們這裡 讓我們的觀眾朋友 讓我們的來賓問問你 問問你的衣服怎麼來的 問問你這些相關 你的錢怎麼計算的 總要講清楚吧 不過徐曉星很會轉移焦點 是不是在轉移焦點 徐曉星今天報說 他懷疑是中華電信子公司 給王毅川資料 所以他說黃毅川資料怎麼來的 中華電信子公司給的 結果中華電信秒打臉說沒有 徐曉星報 王毅川資料來源是中華電信子公司 中華電信馬上說沒有這回事 立即打臉 所以我看徐曉星麻煩 的確就是他今天的轉移焦點 他沒有任何證據 他的目的只是希望另外找一個焦點 然後來吸金 而讓大家忘掉他自己 吸金還是吸金 金 然後嚇一跳 因為他們家的人 他們家有吸金 炸妻那個是吸金 我聽誠說他已經吸金了 就要逃避討論的焦點在他身上 而且他還要演一招 就是我是受 我是受害者 你看鏡周刊都騙我 他騙人在先 所以我是受騙者 好像他是一個被害人 他那麼容易受騙 當然不是 他是當過立委 當過議員的人 而且政大畢業的 他可不是政大國小畢業的 而且他是政大畢業 神佛都殺 槍在手跟我走的人 也就是說他怎麼可能會是一個 輕易受騙上當的人 敢殺神 敢殺佛的人 敢殺 不是殺 敢能夠打敗廢洪泰的人 對 那麼容易受騙嗎 但他現在就要演這一招 也就是說他在沒有辦法 這個解釋說明的時候 他會演弱者 譬如說 他在傅崑奇懷裡哭 就演一個弱者 好像大家都欺負他 他是一個弱勢的受害者 然後現在也要演出一個 鏡周刊都騙人 都騙我 讓我用釣魚的方式 都不告訴我這個消息來源 媒體沒有在告訴人家消息來源 在法庭上也不用說出消息來源 媒體就是要保護消息來源 沒錯 所以他就是故意要演這個可憐這一招 實際你也是資深記者 我要問說 如果他認為鏡周刊是釣魚 騙他回應的話 那你就把鏡周刊哪裡不對 一一的哪裡不對 打他 哪裡不對 打他 哪裡不對 說明 可是他不回應 不說明 所以這就是疑點 因為通常 如果 他 我看他就是 因為他如果再不回應 人家都認為那是真的 如果今天有一個報導 然後說他有可能怎樣怎樣怎樣 他一定會 如果是真的清白的人 他一定會跳出來說 胡說八道明明就沒有 我去跟誰詐騙 才會我說誰是誰 你跟我說清楚 他一定會針對你的指控 對 你的這個問題來做反駁嘛 可是他沒有